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中國方面無限期延後發佈第三季GDP等經濟數據, 市場在研判是否數據不如理想, 所以不想影響二十大氣氛, 英國媒體有揭露, 他又說,一早在2012年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的第二年, 中國亦大約有幾千項統計數據停止更新, 而2016年起中國統計局所公佈的經濟指標 更加有超過一半沒有再更新。 英國金融時報數據記者發表評論, 如果在2012年習近平當選後幾日, 你再搜尋中國國家統計局官網的數據, 會發現好大量的經濟數據, 包括戶外遊樂設施行業的從業人員, 廣東外省天然氣出口, 內蒙古電力餘壓和有超過八萬筆相關的經濟數據不見了, 隔了一年, 之前講的三目數據和幾千個統計資料已經停止更新, 去到2016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和各個市統計局所有經濟指標裏邊, 有一半以上停更, 這些失蹤的數據是幾令人覺得驚訝的。 他亦都在講, 如果中國很早就已經停止公佈多項經濟數據, 近日無限期延後公佈第三季GDP等等的主要經濟數據, 其實就不會令人覺得意外, 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成長轉向溫和, 這些不透明數據慢慢會變成一個趨勢。 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 就用了衛星圖的夜間光照強度, 他用這個數據就用來預測, 他說過去20年中國的GDP增長幅度, 可能是會比他每年所公佈的數據, 是少了三分之一的, 即是說他講的是中國的數據誇大了, 這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講的。 他又講道, 他說這個中國的經濟規模明顯少於美國, 就不是略大於美國。 根據之前所公佈的中國GDP數據, 同經濟學人就有紐約聯邦儲備銀行 同航班追蹤網站所收集的數據, 這些數據記者就表示, 中國第三季經濟增長大約是3%, 如果是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的模型去預測的話, 中國第三季的GDP是2.7%, 就等於是中國年度經濟成長目標5.5%的一半。 如果中國的GDP實際數據不如預期, 他們可能會看到這個數據有機會被消失。 但是我相信GDP這個重要數據肯定是不會消失的, 只不過是延後公佈的。 就算你說低於預期5.5%的, 他都可以解釋得到, 因為他說疫情影響。 上海那邊封了那麼久, 那一定是影響很深遠很大, 如果你說低於5.5%, 其實已經是預期之內來的。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對今集的資訊有什麼看法呢? 下邊留個言,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